今天是蘋果iPhone 15的開賣領機首日 我們的記者拿到稍微分析了一下 確實機身是比上一代更輕薄 相機也提升很多 不過現在很多消費者 他們在意的就是相機 除了iPhone 15 Pro Max系列 他們這次強調 他們的鏡頭是可以四重反射 有前望式鏡頭 那對手像三星的S23 Ultra 他們是號稱有超高的解析度 有兩億畫素 包含中國的品牌小米 他們甚至跟知名的鏡頭品牌合作 有支援十公分的微距攝影 還有Sony 他們也是搶打自己的夜拍很厲害 那當然啦 今天蘋果開賣 很多人還是去排隊搶便宜 三大電信這一次推出的優惠 說如果你夜拍的話 可以省到三千多塊 有些人 他們是特別在門市前扎贏了四天 說排了好幾天才等到今天來 有時候他們怕這個吃多喝多 會想要上廁所都盡量避免 或今天連賣美食賣場 外面都有很多人排隊 因為他們的價格也大概比官網 省一兩千塊 想在蘋果新機開賣第一天 排頭箱的民眾迫不及待開箱 為了買到iPhone 15 Pro Max 及跟圍棋騎士偶像黑家家合照 可是得先經過徹夜奮戰 在不同電信公司 還有民眾從四天前開始排隊 甚至有人跟同事輪班 從十天前開始就提早卡位 就是想在第一時間買到15系列手機 而強化拍攝功能 換成Type-C等 都讓國分甘願掏出荷包 專家透露手機市場飽和 潛望技術 夜間攝影 都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其中潛望式變焦 透過光學放大倍率 助攻望遠放大效果 以頂規手機比較 都結合潛望技術 iPhone 15 Pro Max主鏡頭 4800萬畫素 宣稱可達10倍光學變焦 三星Gallery S23 Ultra 達到2億畫素及10倍光學變焦 Google的Pixel 7 Pro 有5000萬畫素變焦 則是5倍 而功能和售價成正比 是否值得更新換手機 衡量需求之外 也得先墊墊錢包 華視新聞 曹生 張道勇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睿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